今天是美国西海岸14日 自驾游的第五天 也是死亡谷国家公园旅程的第二天 今天的风景是沙漠绿洲高尔夫 北美最低海拔幅 86米的恶水盆地与魔鬼高尔夫 欣赏 艺术家之路上调色版一样的山体色彩 昨天到时已经很晚 没来得及欣赏绿洲风光 今天早早起床 去欣赏这片神奇的沙漠绿洲美景 清晨的光线很柔美 早起的游客 在树下享用早餐 享受阳光与空气清新的清晨 远处的荒山与雪峰叠加的风光 无限美 穿过这条林印道 就是绿草莺莺 绿树林立的九栋高尔夫球场 度假村并没有因为游客的增多而扩张过 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原有面积 这样的绿化环境 真是令人陶醉的风景 很难让人与不谋之地的死亡谷联系起来 这是上帝赐予大自然的奇迹 一大早球场上就已经很热闹了 因为清晨是打球的最佳时机 中午太热 阳光也很火辣 所以很多人选择在早上来打球 度假村还有露天博物馆 保留了当年 修铁路于采矿运矿石使用的工具 那是一段既辉煌又残酷的年代 那时候20匹马拉的木制矿石车 要把20吨重的矿石 送到160英里以外 路上要走10天 这些旧工具记录了100多年前的采矿历史 回酒店吃过早餐 准备去下面的景点 停车场旁边 一个老年人组成的摩托车队也整装待发 几十辆摩托车跑在 路上一定是一道很壮观的风景 出了度假村大门 沿着道路向前行驶 路边有土著人村庄 以自然原始的生活方式保留着历史风情 沿着这条道路向前开车不远 左手边就是艺术家之路 右手边就是北美最低点被称为恶水盆地的干河岩湖 还被称为母鬼高尔夫 在恶水盆地对面是颜面的山丘地貌 一条长约15公里的观景道路可以开车进去欣赏 由于山体色彩丰富美丽 人们称这条路为艺术家之路道路两边 是奇形怪状的山丘形成的五颜六色的风景 正因为这条色版式的山体色彩 人们送通往山里的道路一个美丽的名称 因为所含不同困物质 山体看过去五彩缤纷 真的很有艺术色彩灰 白粉金绿 很像艺术家绘画的调色版 有些后悔来的时间不是最佳 早晨与傍晚的光影是最好的 如果早晨第一时间开车来这里 那看到的就会是跟现在不同的美了 因为现在正是大满光 色彩就会逊色很多 所以看到不少游客看习 来艺术家之路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美丽色彩 其实旅程终于什么样 风景相遇也是一种缘分 这样的地貌特征 如果是在朝霞与夕阳的色调中 会美到令人惊艳的饱和色彩 山谷中有一段可以行走的道路 身临其境的感觉会更令人愉快 很多游客都会停下车走进去 体验没有任何植物覆盖的山景 毗临艺术家之路的是二水盆地 它不仅是死亡谷的重要风景 也是北美海拔最低的盆地 处于海平面以下86米 这里曾经是面积很大的一片 盐湖 数百年来穿越死亡谷的人 行走到口干舌灶时 看到有水过来饮用 却发现水是咸的 于是这里就成了人们厌恶的饿水 因为缺水 不知道多少生命 在饿水盆地中丧生 其实人们不知道 在前方不远处 便是那片沙漠中的一眼清泉 这里距离绿洲度假村的泉水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车程 但是对于步行穿越者 也是很远的一段距离 眼前这片凹凸不平的干涸盐湖 现在是有大块的盐晶 千年之前还是最深处 达200多米的湖泊 这些盐晶经过白天的高温日晒 又往温度降低时 就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就像有人打高尔夫 所以人们就把这里叫做 魔鬼高尔夫啦 游览了饿水盆地与魔鬼高尔夫 死亡谷的旅程就结束了 按计划向拉斯维加斯出发 依然行驶在山谷间 视线里渐渐有了绿色覆盖在地面 那些沙漠特色的花花草草 顽强的生命力令人敬意 油然而生 绿色在这里显得弥足珍贵 天黑之前就到了拉斯维加斯 这一天的风景是真正的色彩 丰富又斑斓 也被奇妙无比的大自然再次震撼 更加敬畏大自然 从死亡谷到拉斯维加斯并不遥远 开车仅需要 两个多小时 却有从远古荒蛮到 现代繁华的跨越感 明天好好欣赏 这座世界最大赌城的奢华风采